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请大家善心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经典感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能忍则人,心中有数 一,人生难免会遇到风雨和坎坷 对于生活中的诸多不顺 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 也不必耿耿欲怀,一蹶不振 不要计较的太多,多少悲剧 都是源于攀比 过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不要抑郁的太久,失去又何妨 风烈心欲净 宇宙神更轻,心态百争了 生活才不易倾斜 二,最终你相信什么就能成为什么 因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二个词 一个叫执着,一个叫认真 认真的人改变自己 执着的人改变命运 只要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三,老板只能给一个位置 不能给一个未来 舞台再大,人走茶凉 下对注,赢一次 跟对人,赢一事 不识货,半事苦 不识人,一事苦 学识不如知识 知识不如做事,做事不如做人 众识者亡,众有者罢,众疾者亡 人生三比,比才华,比财力,比境界 四,人生都是独行者 于是不要急于下结论 即便有了答案也要等等 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答案 要学会换位思维 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 千万要学会等一等 看一看,静观其变 很多时候不但麻烦化解了 说不准好运也来了 生活又不是单行线 一条路走不通 还可以转弯 乌乌,小乘靠智,大乘靠德 有大作为的人 往往都是德行高尚的人 知深浅,明尊卑,懂高低 识轻重,讲规矩 守道义 不以术而义德 不以谋而义道 不以权而义理 独处时朝脱自然 管好自己的心 待人时将心比心 管好自己的口 方圆做人,连通做事 宁静之远,自我反思 则事事顺心,处处安心 六,别探世界太精彩 别现他人太美好 这与你无甚关系 你就是你 只需梳理自己的羽毛 非你心中想去的地方 别怪世界太冷漠 别怨他人太虚伪 这也与你无甚关系 你还是你 若把生活看成一种刁难 你终会输 若把生活当作一种雕刻 你总能赢 有些是少犹豫 做了才知对错 有些人别纠缠 久了唯有后悔 七,人的一生 会遭遇无数次相逢 有些人是你看过 便忘了的风景 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 生根抽牙 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 都是没有有的缘分 原深原浅 早有分晓 八,吸引力心灵法则 其实是希望你本身 能够散发正面的频率 乐观的情绪振动 这个世界会因你而美好 那自然美好的东西 会被你吸引到你生活当中 当你顺应宇宙之流 和宇宙同频共振 并且和生命中所有的发生 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那么慢慢你就能心想事成 九,优秀的且能成大事的人 总是在奋斗的过程中 发现珍惜贵人 更加要紧的是要感谢他们 感谢高人 感谢贵人 感谢内人 感谢对手 感谢折磨你的小人 感谢一切帮你的人 十,很多事 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 很多东西 不是你要就能得到的 很多人 不是你留就能留住的 不要把什么都看得那么重 人生最怕什么都想计较 却又什么都抓不牢 失去的风景 走散的人 等不来的渴望 全都住在缘分的尽头 何必太执着 该来的自然来 会走的留不住 放开执念 随缘是最好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